瘋火系諸侯是小時候的啟蒙讀本 甚至被收入在教科書裡 因為不但有教育的意義 還標誌著西州的面王 拉開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序幕 幾千年以來 故事的主角卓優王 被形容成一個白癡的色老頭 因為泡妞而亡國 不過這個故事本身有很多BUG 隨著考古新證據的出土 我們將還給卓優王一個公道 那麼還是得簡單的複習一下這個故事 西州末年 卓優王寵愛高人美女包四 為了取悅包四 優王聽信堅成國使復的建議 點燃了烽火 諸侯們見到烽火趕緊領兵救駕 結果卻救了個寂寞 寶巫師見狀果然哈哈大笑 因此優王多次點燃了烽火 以至於諸侯都不相信了 之後犬龍來襲 優王再次點燃了烽火 但已無救兵 最後耗金失守優王被殺 寶巫師被犬龍爐走從此下落不明 大概是無產了 而慾望的兒子平王東千 開始了東周時期 這一個故事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就是仙情版的狼來了 告訴我們不能作弄別人以免制食惡果 但其實這個故事本身就有滿滿的BUG 首先祝侯國的問題 整個周代有多少個祝侯國其實很難考證 按照尋職的說法 周代至少71個諸侯國 這裡面也包含了很多 純球戰國時代的扛把子 如秦國、楚國、祈國等 這些諸侯片幕在整個華夏地區 而西州的浩金 位置在今天的西安市 離這裡最近的諸侯國是秦國 也有幾百里的路程 其他五岳、巴蜀、煙崎等邊垂地帶 整莊果然沒有一年半載是到不了的 難道優王和包斯整天也沒事幹 在那邊等諸侯? 而這數千里招起諸侯只為了取悅包斯 我是不相信啦 接著是烽火 烽火是一種古老遠距離傳遞訊息的方式 可以傳遍整個邊坊 目前中國最早的烽火紀錄 是春秋末年到戰國初期 周遊王那個時候有沒有烽火還是個問號 且這個故事最早出自呂不韋的《呂世春秋》 故事與史馬千的死記差不多 最大不同是呂不韋的版本更扯 是用擊鼓的召喚諸侯 這一個故事被史馬千超去後 可能覺得大故不切實際 而改成了烽火 此後烽火系諸侯就這樣流傳了三千年 猶亡也變成了宇宙級的笑柄 不過實際上 烽火系諸侯在先前的其他文獻都沒有出現 連什麼都敢寫的祖書紀念也沒有記載 以致於許多歷史學家都在懷疑真實性 西州滅亡的原因 有別於史記的烽火系諸侯 國語的記載則比較真實 史記說包氏是六七歲的宮女 懷了八年生出來的 有濃厚的神話色彩 而國語是說幽王討伐包國 包國把一名姓氏的美女獻給了幽王 所以成為包氏 包氏還給幽王生了一個小朋友 名字叫做伯伏 之後包氏和大臣國時賦內外聯合 趕走了原本的太子已舊 讓幽王改立伯伏 太子逃到外公家申國 申王看自己的女兒被欺負、孫子被廢 於是聯合成國與犬戎 要給周幽王一個教訓 最後聯軍打爆幽王免了西州 那一個原本的太子 就是建立東州的周平王 所以根據國語的記載 根本就沒有什麼烽火系諸侯 且司馬現在隱藏了一段歷史 這一切的謎題 在2008年北京清華大學受政的一批戰國族檢中 有了一個清楚的輪廓 這些清華檢都不是正規的考古途徑獲得 而是由到牧者挖掘後賣到海外 最後才被校友從香港購回 而捐給清華大學研究 清華檢的記載大致與國語差不多 幽王的大老婆是成國的公主 所孫的兒子為遺舊 因為是嫡長子 依舊被立為太子 後來在包四與國師父的嘲弄下 遺舊被廢然後出逃 跑到外公家申國求救 申王後娘家申國 是西州的開國功臣家世賢赫 與周朝的關係非常親密 幽王與申王後很有可能就是政治聯姻 後來幽王廢掉申王後與太子遺舊 可以理解為寵愛包四 也可以理解為對申國提出政治挑戰 而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接著是清華檢的獨家記載 非太子遺舊出逃後 幽王先起兵攻打申國 最後才是申國聯合成國與全榮 攻破浩金殺幽王於第三下 西州因此滅亡 根據《死記》的記載 因為浩金遭受戰火破壞 幽王之子平王 在建國和正國的支持下東遷洛陽 使得王室的權力衰弱 東遷的原因是為了避全榮 但全榮不就是你平王帶進來的 目的是為了幹掉自己的老爸 根本就是同盟的關係 為什麼要避全榮啊 原因就是《死記》根本掃寫了一大段 佐尊和《足書記》年都有寫到周二王病例 清華檢則進一步補上了這段空白 在幽王死於全榮之亂後 僧王所擁護的是前太子遺舊 也就是自己的外孫即位為周平王 而幽王的一些老臣 則用力了幽王的弟弟于成 稱為西王或是慧王 這段時間的周朝有兩個王 並且持續了22年 所以才會說周二王病例 最後在晉國、正國與秦國的幫助下 幽王的弟弟西王被殺 平王成為正統而東遷 原本的關中地帶則歸為秦所有 在這種背景下 平王東遷的原因可能是避秦而不是避全榮 隨著後金被全榮破壞 周王手上已經沒有軍隊了 而整個關中都是前軍 如果周平王回到浩金 必然會變成秦國的傀儡 所以只要把浩金送給秦國 選擇遷都洛陽視為東周的開始 也就是說廢太子遺舊 聯合了母舊之國三國 最勾結境外勢力全榮 發了自己的爸爸幽王 又因為四父的行徑太過於無恥 周平王沒有得到大多諸侯的認可 其他的諸侯才會改替他的屬屬為王 即使最後在晉國、鄭國的幫助下 拿揮了周天子的稱號 但威信也大大降低 開啟了沒人鳥的全球戰國時代 風火系諸侯這則虛攻內容的直接兇手 當然是司馬遷 不過在往上追 問候黑手可能有兩人 第一人就是周平王集團 王朝滅王後 繼承者為了證明自己取代前朝的正義性 都會抹黑前朝的末代君主 其中紅顏禍水是常見的手法 因為以前的老百姓沒文化 這一種八卦容易傳播 周平王得位不正 還有殺父之賢 自然得用這種故事證明自己的正統 另一個兇手有可能是秦國 秦國在狄三之戰中 率領成績多年的秦軍撒往東方 但秦國一開始的立場曖昧不明 秦軍是要幫助左右王西王集團 還是犬龍三猴與平王的聯合軍我們不得而知 但可以知道 最終秦王站在的是平王這一邊 有可能是平王許諾要分封給秦國大片的土地 並把秦國由代夫國升格為諸侯國 以換取秦國的武力支持 從犯罪學來看 全榮變西州獲利最大的是秦國 因為秦國獲得了大量的關中領土 還有西州獨成浩金 又升格為諸侯國 這個秦國才是真正的最大贏家 而一時之間原本的神隊友犬龍 被平王集團無情的拋棄 再後進殺人放火滅亡西州獲罪行 全都壓在了犬龍身上 秦王也名正言順地開始討伐犬龍 並成為日後的全球武霸 史稱秦霸西龍 另外曾經強大到可以威脅宙朝王室 平王的外公聖猴怎麼不見了 由於日後史料都沒有聖猴的記載 有可能是在離山之戰中元氣大傷 或是在日後一樣被隊友拋棄 與犬龍一起消失在歷史的舞台 所以幽王被自己的兒子 或是秦國抹黑了上千年 更為西州面王背了一個鍋 早在社群媒體興起之前 假新聞的現象早已存在 古羅馬時代 吳大為曾經對安東尼發動不實的資訊戰 在錢壁上刻著政治羞恥和口號 瘋狂宣傳安東尼是個色胚是一個酒鬼 更指控他勾結境外勢力 與埃及咽吼食通款趣 對羅馬根本不忠誠 透過這些假訊息 吳大為成功地把單純的政治鬥爭 包裝成抵抗一幫捍衛羅馬人民自由的戰爭 並在最後鬥爭中取得勝利 1835年 紐約太陽報為了博眼球 以頭本報導了一項驚人的天文發現 賈托當時最著名的天文學家約翰·赫希爾之筆 說他以42000倍的望遠鏡 發現了與人類相似的月球人 還有月球上的其他生物 當然故事一出來 歷情來了一大堆批評 都說是假新聞 但這都不重要 太陽報銷售瞬間翻了三倍 成為當時全世界銷售量最高的報紙 這個就是月亮大騙局 這種為了追逐大眾市場而不惜造假的行為 這當時屢見不鮮 到了19世紀末更是達到了巔峰 紐約媒體會用大字號的三動性標題 製造出各種假新聞 史稱黃色新聞時期 口號是惹是生非、銷售報紙 當時連環漫畫的專欄主角 就是一位穿著黃色睡衣的男孩 稱為黃孩子 所以後來黃色新聞就變成了色情暴力的通稱 歷史上存在已久的假新聞 在二十四季中葉逐步獲得改善 主要的原因是新聞逐漸專業制度化 其次是成本太高 一次假新聞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只有這假新聞要背負法律的責任 像是散播不時的疫情消息 可能會被罰300萬元 然而這只是暫時的 這位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興起後 假新聞再次捲土重來 因為專業有公信力的媒體 不受大眾青睞 假設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 是一個相對抵管制的領域 假新聞的成本大為降低 而效果卻大大增強 台灣在1980年代解嚴後 各家媒體百家爭鳴 為了增加收視率或報刊的發顯量 利用暴力、色情和捏造新聞博眼球 造成了台灣媒體亂象 早期有腳野犯事件還有烏龍天鵝案 近期則有關西機場事件、烏龍爆料李登輝之死等 隨著臉書、Lite等社群通訊軟體的興起 假新聞不再受限於專業的媒體行業 而是一般人都可能成為假新聞的製造者 Lite群組除了長輩圖滿天飛外 各種網路謠言假新聞也像病毒般的瘋狂傳播 因此我們要培養對訊息的敏感度 媒體素養教育非常重要 想要看到訊息的第一時間不要馬上轉傳 尤其是要你多多轉發的那一種 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有些人智障的事情不要相信 如瘋我氣諸豪這麼白癡的故事 你仔細想就知道不可能的嘛 但這種片面的假訊息 卻更深蒂固的影響大家的認知 然而媒體素養教育不是那麼簡單 總之這次面要廣多思考多查證 多了解不同面向的觀點 才會被被頓章取義的資訊誤導帶風向 或是助長假訊息的傳播 成為假訊息的幫兇喔